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网民如今已发现了一个怪象 即使同为嫌犯 身处家国的孟晚舟虽然落魄 依然星光熠熠 温暖有加 而康明凯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某处地点不祥 日日哀审 可以说暗无天日 本周当有记者问中国外交部康明凯有无与律师会面 外交部发言人知无其辞 哪向孟晚舟每次出庭 名律师簇拥 被关押不几天就获得保释 住者自家舒适的私宅 这两天 孟晚舟起诉加拿大政府待她不善 罪名是侵犯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完全是西方法治概念 也没有人认为她没有理由提起起诉 这是她的自由 可那位康明凯呢 就没听说过为自己辩护一个字 有无律师 无人能确证 有网民有疑 她为什么不学一学孟晚舟 也来控告一下中国政府 而且她也有理由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 她和另外一名加拿大公民一开始就是被中国政府任意抓捕关押的 在加拿大正式启动引渡孟晚舟司法程序后 中国驻加国大使的表态很稀释 她第一时间的反应便是 加国法庭的最终审理将是对加方是否坚持司法独立的试经时 我们将拭目以待 有网民反问 习近平主席和周强院长都明确反对司法独立 中国驻加使馆为什么就没点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非要坚持司法独立 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着干 搞起双重标准呢 温哥华法律研究专家皮特曼波特对纽约时报说 如果你把这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的待遇 同孟晚舟在加拿大的待遇进行比较 那中国到头来会很难堪 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 躲不过中国民众的注意 中国人大召开之际 德国多份媒体注意到了 李克强带有批评性的语调 并提到了中国模式的局限性 德国《明镜周刊》表示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报告 出人意料的带有批评性 他指出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局面 而且他首次公开承认了 美中妄议冲突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而受到西方抵触的 由习近平亲自拍板的 中国制造2025战略 他却没有提到 这意味着中国人大语调有所转变了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 《南德意志报》则发文写道 中国没有民主 分权和多元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让许多民主国家感到害怕 但中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金钱 现在不足以带来经济繁荣 工业现代化停步不前 而美国则在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中国模式走到了尽头 前景不佳和习近平近年来 信心满满的张扬风格对不上号 不过恰恰是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进一步 稳固习近平的旋律 因为美国如果想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危机 就必须扶持习近平政权 美国专家指出 习近平硬邦邦地处理美中贸易冲突的方式 在党内受到批评 中国知识分子和经济界精英 纷纷批评习近平过早放弃了 让中国走向成功的韬光养晦战略 中国人大今年很可能增加李克强的分量 而李克强从来就不是习近平的心腹 他来自党内另一个派系 他让人想起谦虚的中国 苹果日报的分析指出 每年两会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总理工作报告 什么辅助中小企 保就业和拉动内需 当然是正确的命题 问题是 政府哪里来的能耐去改变市场的现实 代价又是什么 在党政冠军合一的集权计划经济社会 总理是个尴尬的角色 他既要为党的伟大愿景背书 但又同时要操纵国家机器执行任务的官僚 没有说不得自由 在这种设定下 他就算知道现实有多严峻 也没有面对现实的余地 这一点 从边讲边擦汗的李克强身上就已经暴露无遗 在信息闭塞的朝鲜 民众被禁止谈论任何政府所不允许的话题 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远赴越南 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的消息 由于事先被罕见公布 使得之后出现的意外情形令朝鲜政府异常的紧张 韩国中央日报3月5日报道 金正恩前往越南与川普举行会谈的相关消息 曾在会谈开始前得到朝鲜媒体非常罕见的播报 而播报的目的在于 相信金正恩会带来美国同意解除对朝鲜制裁的胜利消息 但事与愿违的结果 让朝鲜媒体再次回避一切相关信息 但这一次的噤声并没有让朝鲜民众一无所知 来自朝鲜平安北道的消息称 与中国接壤的朝鲜新益州等边境地区 居民已经得知他们的领袖耗费了70小时左右 赶赴越南 却在会谈中被美国总统已提前离席 终止谈判的举动所羞辱 不过金正恩以放弃核武器为前提 提出的取消对朝制裁 没有得到美方的同意 这更加令朝鲜民众失落 据悉 经常走动于中朝边境 从事走私贸易的一些朝鲜人 将川金会的消息传播进朝鲜 这些消息在朝鲜社会中迅速扩散 配置于崇高地位的金正恩 这一次在朝鲜民众心目中 也成了被外国领导人羞辱 却没有反击手段的人 不过对于朝鲜的普通民众来说 制裁解除的希望被浇灭 才是最大的打击 在很快得知民众传播川金会的消息后 朝鲜监察部门非常警惕 以增派大批工作人员 进入民众中进行调查和监视 防止川金会信息进一步扩散的同时 限制民众谈论内容 目前朝鲜政府非常后悔 越南川金会开始前的相关报道 对于谈判破裂的事实 报道改为宣称金正恩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访问越南 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动 对此 了解实情的朝鲜人称 政府封锁消息的举措 已经不能完全捂住民众的耳朵 谈判失败让朝鲜社会 对于制裁取消而改善经济状况的前景 再次变得绝望 与民众的心情相比 朝鲜政府的态度则被认为 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慌乱之中 韩国联合新闻3月5日报道 由于曾相信 美国会答应金正恩提出的要求 朝鲜方面才会对举行川金会 进行公开报道 面对突然出现的谈判破裂局面 朝鲜政府目前还没有确定 怎样评价 以及应该以怎样的方式 开展今后与美国的对话 当地时间3月10日 朝鲜将召开最高人民会议 金正恩如何发表讲话 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华为负面消息不断 近期一名华为员工 应在微信中披露了 华为涉嫌年龄歧视及逃税问题 在泰国旅游期间突然失联 最新消息指 该名员工遭到了中国警方的报复 至今仍关押债看守所 长期关注就业歧视问题的公益人士 杨战青 3月4日在推特上发文称 原华为公司员工 曾孟父亲 委托华为前同事 在华为60余名员工 维权微信群里发出求救信 指曾孟去年12月30日晚上8点 在泰国遭到中国警方抓捕 当时他刚与家人及4名华为同事吃晚饭 曾孟在刑拘期间曾见过律师 他自述警方是以侵害商业机密刑拘 后又改为诈骗罪 杨战青也质疑 华为员工一般工资可达几万元 不少起诉华为劳动纠纷 就涉及几十万赔偿或补偿 而身为华为北非产品经济的曾孟 却因诈骗公司电脑而遭到逮捕 警方的罪名令人匪夷所思 据报道 因看到身边不少同事 以各种理由被公司辞退 或拒绝续签合同 为了维权 曾孟和几个同事设立了名为 局场34家的微信群共同维权 局场取自其商标 而34家则是华为员工的一句暗语 指华为清退的34岁以上的老员工 据华为称 华为狼性文化的宗旨是 超过34岁的员工若没能获得晋升 就等于是对公司没有利用价值了 因此会找新人代替老员工 节省用人成本 局场34家中聚集着已离职的同事 和正被离职的同事 他们除举报华为年龄歧视外 更有人揭露公司偷税漏水情况 以及伊朗业务问题 据一名曾参与伊朗华为业务的员工透露 华为卖设备给伊朗是公开的秘密 自己10年前就曾卖国交换机 伊朗客户经理还骂我 说我目录定价太低 正值华为多事之秋 中共政府对华为员工合法投诉 展开全面打压 此举亦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谁会相信华为的背后没有中共撑腰呢 美国政府5日正式确认 将美中贸易停战期无定期延长 直到进一步通告之前 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 所加征的10%惩罚性关税税率 不会提高 也不会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 种种迹象显示 美中两国接近于达成一场贸易协议 双方正在为两国领导人 这个月底在海湖庄园签署的这份协议 而进行相关的筹备工作 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日表示 如果这个协议不完美的话 川普总统将会不签署协议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尽管美中贸易协议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川普不大可能在最后一刻不与中国签署协议 不过美国的一些贸易专家担心 川普会与中国达成糟糕的贸易协议 就像很多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 在第二次川金会之前 担心川普会与金正恩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一样 美国企业研究所长期关注美中贸易问题的经济学家 史坚道就表示 自从川普总统去年11月 决定要与中国达成协议以来 我就一直担心 川普会与中国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 给我这种忧虑火上浇油的是 这种不断的通过 谈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来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的企图 推动股市上涨不应该是美国的目标 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安表示 尽管美中双方目前看起来正力图完成一个贸易协议 而且势头也是朝着签订协议的方向走 但是两位领导人举行会面 并就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前 没有什么事情是最终确定的 川普的前顾问班农认为 川普总统想要得到他希望看到 而且美国所需要的那种结构性改革 就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与中国谈判 近期在华裔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两封信 一封是加州伯克利治全体师生的信 重申伯克利对国际化校园环境的支持 另一封则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发送给全美77所研究型大学的信件 要求他们提供获得NIH资助的 个别教职员工的信息 而这些人被认为与外国政府有联系 而在一些科研机构被NIH标识出来的每个研究员 都是华裔美国人 前一封信令人眉目舒展 而后一封信无疑令一些人心头一紧 在伯克利的公开信中 人们可以感受到该校管理层对于 紧急于族裔身份而带来的间谍论的反对 很多华裔人士为伯克利的这封信感到欣慰 认为这是该校保护无辜华裔学者 以及维护校园自由学术环境的一种努力 但是人群中的这种欣然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数天后的3月1日 媒体披露出NIH至多所学术机构的信件 NIH的调查目标似乎重在华裔学者 而且有分析称 NIH这以前所未有的行动 也许是基于国会议员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要求 同时 这给那些海外出生 仍然保留由海外关系的科研人员 造成了无形的压力 对于此次调查 一些华裔学者无奈地解读到 美国正在全方位的考验那些外来者的忠诚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